2022才開年不久 演藝圈就開始被喜事淹沒 因為合作戲劇而相似的 陳婷妮和胡雨薇 緋聞傳了9年多 卻始終未承認戀情 沒想到就在1月13日 兩人無預警各自PO文認愛 被公開就架出訂婚的好消息 讓兩人的真愛CP粉紛紛獻上祝福 經紀人還加碼透露了 胡雨薇的求婚小插曲 真的是一整個被填到 而就在幾天後16日 輪到曾佩慈PO出婚紗照 宣布結婚 老公Peter正是曾被周刊拍到的黑壯男 這一對的進度更是快 在釋出喜訓的同時 其實也低調舉辦了婚禮 為了祝福出身自新光邦的曾佩慈 此昔日戰友們也都有去參加婚禮 不只台灣被粉紅泡泡淹沒 韓國演藝圈今年出最大的喜事 就是蒲馨慧和崔泰俊在22日舉辦了婚禮 兩人都在演藝圈打滾多年 超多圈內有人來獻上祝福 賓客名單比頒獎典禮還豪華 還有李鴻基D.O.Crush現場駐歌 經紀公司也公開了兩人的絕美婚紗 照巨男美女的組合根本是韓劇俱角了 另外演員蒲世宇和郭正旭 也在24日宣布獎在2月結婚 透過合作學校2013相識的他們 經紀公司表示兩人在幾年前從朋友發展為戀人 可是因為正值疫情的關係 婚禮並不會公開進行 還有在去年12月才剛和前競速滑冰國家代表 李奎賀甜蜜認愛的孫誕飛 公開不到兩個月就驚喜宣布了將結婚的好消息 孫誕飛在社群上PO出手寫性情自向粉絲報喜 表示有了想要一起度過人生的人 將會和這個讓我知道什麼是幸福的人在5月結婚 希望2022年能延續這些幸福成為充滿好消息的一年吧 我們到處活等了 打燈酒 跑跳得好 이스� Ouch